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习近平主席说过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向世界展示了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令死不屈的民族气质 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百战不老的必胜信念 前事不亡 后事之事 明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我们在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的同时 更要以史为家 珍视和平 香港特区政府 特别在抗战胜利纪念日 这个必具历史意义的日子 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揭幕 彰显特区敏记祖国人民团结抗敌的历史使命 为免怀舍身护国的抗日英烈和遇难同胞 我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对所有保卫国土的抗日英雄和烈士 自以最崇高的敬意 因为以前是广泛的海防博物馆 就没有突出抗战 今天是抗战胜利的七十九周年 如果再是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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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样 就很难把这段真实的历史讲完整 今次在展览馆里面 除了 Wood muchasero yaco 除了改名 zien 更正了 充实了 而且内容面 在很多地方都 juga補充了 除了有香港政府 后来直接回归的时候 第一次 被廣告独落大堆一个家长撞之外 我也有一个纪念章,上次已经捐出了 我觉得是我们的行为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是一个个人的英雄历史 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一个英雄历史 就不会再让我们的青少年容易受骗 容易把人家说一句话,忍住手,就去了另一个方向 认识历史令他更加珍惜,因为国民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国家 亦都要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么好的博物馆 我们可以发动更多的学生,更多社会各界的人士 来参观,来认识历史,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畢竟他们为香港付出了很多 亦都很值得我们去尊重这种精神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将来也可以传承这种精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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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